我马上就到公司楼下了 哎没事吧 没事 你爸爸妈妈呢在那里 珊珊 哎袁总分公司还等着呢 刚刚那个孩子像不像我啊 像像像 一定是当年珊珊跟我分开后生下的孩子 走吧 哪里像呢 哎袁总 珊珊 你怎么带孩子来上班啊 今天总不要来视察呀 又没规定不能带孩子来上班 陈经理平时最看不惯你 到时候肯定要拿孩子说事 随便他 我还不想说是他的烂摊子呢 看什么看呢 还不赶紧上班去 算了我们走吧 宝贝你乖乖写作业哦 写完了就可以看动画片了 你放心工作吧 有时我会打电话的 乖走了 都是些没见过市面的土包子 儿子啊 你记住了啊 在这个公司里啊 妈妈就是老大 不能被任何人给欺负了啊 去吧 别动东西 我要让我妈妈开除你妈妈 哎呀 叔叔是你 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妈妈在工作 走 叔叔带你去玩 好 你喜欢玩游戏吗 我不喜欢玩游戏 哎 那你妈妈喜欢什么呀 我妈妈喜欢卦手 高高长长的帅的 哦 这样啊 啊 叔叔我肚子饿了 来 刚好叔叔这有吃的 哇 一根面包 我们公司的叔叔阿姨啊 早餐都吃这个 还会带给他们的孩子 当客奸点心 美味又营养 我知道我知道 一根面包半根加 我妈妈也经常给我买这个 里面的香蕉味假新 我太喜欢了 你喜欢的话就多吃一点 叔叔这有好多 哇 叔叔你也吃 好 我也吃 他怎么在这 他不会以为小兔是他的女儿吧 李珊珊 你女儿是怎么敢欺负我儿子啊 你立马给我离职走人 你说什么 你女儿跟你一乱活色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再说一遍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我记得你是单身吧 小小年纪不学好 敢得罪我儿子 我女儿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哇 袁总 袁总 这不可能啊 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女儿呢 怎么不可能 陈经理 这个封公司 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大的官威啊 你儿子多次骚扰我女儿了 你管教不好 我可以帮你 帮帮帮忙 袁总 我自己会去办理离职手续的 给我女儿道歉 我让你道歉 不让我 够了 你带着孩子走吧 谢谢阿姨 小兔乖 阿姨 我闺蜜 我闺蜜出差 去国外看她老公了 就把小兔给我叫看几天 我对你卡扬过来 该说人还不算呢 小朋友不要胡说八道 你可能会来放了你奶奶和照呢 我硬是多记住 自然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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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coisa 女儿 我 女儿